美媒,比贸战更严重问题将倒逼中国经济转型,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共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带有美媒说,中共还面临着比贸战更严重问题及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将会对中国经济的GDP、消费、房市和产业升级等带来一些影响同时可以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广告。 近日中国数个省市分别公布了2018年上半年生育率其中2017年生育率最高的山东,在上半年的同比也出现了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高达到了23%,江苏上半年只有38万婴儿出生,下跌了11%,至于辽宁、四川、贵州、天津等其他省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存在但截止8月底仍有大部分省市仍未公布本地方出生数据。 8月29日自由亚洲引述学者分析说,如果生育率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令房价下跌。 房产博主摩多财官说,好在我们之前的存量劳动人口还足够多。 而且,还有较大潜力的城镇化。 大城市的人口问题不会显著暴露。 可是,三四线城市就没那么乐观了,不管是经济还是楼市都不看好中共自2016年开放二孩政策但实施两年来生育率不增反减。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大陆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约63万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十二点四三。 而2016年的数据也显示,当年的出生率也不及2015年,有学者趁之为人口血崩出生率千分之十二点四三这一数据比日本还低。 而日本陷入人口危局中,已几十年人口问题,已经影响其经济发展。 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分析,说,虽然生育率的下跌会给经济带来一些影响,但同时可以倒逼产业升级。 他说,要有更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样来促进经济的转型,产业的升级,而不能永远依靠一般劳动者,依靠血汗工厂来取得经济发展。 所以现在人口下降倒也是一个倒逼的机制。 研究多年中国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教授马克·弗莱泽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之前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他说中国的老龄人口每年以3.2%的速度在增长,是全部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去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亿4100万人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5500万到2050年。 这个数字将突破4亿幅来则认为,中共即使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但是也不能解决中国劳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不会带来婴儿潮台湾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曾建元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中国人口不能维持一定规模,将来老龄化造成的沉重负担,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为社会不稳定埋下,或跟 华大学的目标 接近了 高等등出生育的 Seanibid 对大纪元 mean是对大纪元原则的普通的顾的高等 感谢观看